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1939年2月19号 上海新闸路沁原村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李国杰被杀手击中 但是啊 没有当场毙命 随从的人呢 赶紧就把他送到了医院 可是等到了医院 竟然没有医生愿意救治 甭管怎么哀求 怎么威逼利诱 就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他诊治 这让在场的人都想不明白啊 李国杰可不是什么小人物 他是清朝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李鸿章的长孙 你不看僧面 你得看佛面吧 李鸿章纵然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可是他也有不小的功绩 现如今他的长孙 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眼瞅着马上俩腿一登上天了啊 没一个大夫肯医治 人们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 医生的本职 那你是救死扶伤啊 就算李国杰十恶不赦 他好歹是个生命吧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 会让医生眼睁睁的看着李鸿章后人惨死呢 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李国杰自伪侯 李鸿章的长孙 世袭了一等肃义侯的爵位 所以一般人呢都跟他叫李侯爷 这可不是戏称啊 清朝还没王的时候 人家是实打实的王公贵族啊 话说回来 李国杰虽然继承了李鸿章的名号 可他本人没那么大本事 顶多就是个顽固子弟 吃喝玩乐还行 让他办点正经事 那都不能说是一塌糊涂了啊 但人家命好啊 这一等肃义侯 还是有着不小威力的 比如后来成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 就对李国杰特别的照顾 那时候闹革命 很多王公贵族都被抄家 财产呢大多也都被军阀分了 可是袁世凯啊 偏偏的护着李国杰 估计也是看着李鸿章的面子 就没对他们怎么样 袁世凯想复辟帝制 结果没搞成 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这么一来 大权就落在段祺瑞手里了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手下 也没对李家下手 就这么着 李国杰过了很多年的清静日子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呀 很快就到头了 因为北伐战争一触即发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 很快就打到了北京 段祺瑞打不过呀 被迫下野 这时候就没人再照顾李国杰了 侯爷那也是名存实亡 蒋介石他不是袁世凯呀 他跟李家没什么情分 所以李国杰在这段时间里呢 其实过得也不怎么样 北伐还没开始的时候 李国杰在轮船招商局吃油水 算是大捞特捞 可没过多久 开始大幅度亏损 这也得多亏李国杰呀 要不是他 那么大的产业 也不可能衰败的这么快 但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 虽然一直在亏损 但至少轮船招商局这个招牌还在 还是有油水可捞的 李国杰也没拿这当回事 反正就算破产了 对他影响也不大 可等到蒋介石打过来的时候 李国杰才发现自己手里的轮船招商局 是个香饽饽 人人都想从他手里抢点什么 好在这时候的轮船招商局 已经是商业产业 并不属于政府 所以尽管很多人都惦记着 但其实也没什么人敢真下手 因为没人愿意搞臭自己的名声啊 是吧 不过呢 这可难不倒蒋介石 他手底下的智囊团呢 不是闹着玩的 三下五出二 就想出了对付李国杰的办法 现在是民国了 以前清朝那套不管用 什么清朝遗老啊 全都得清算 美其明月整顿 当年革命没革到李国杰头上 可这整顿算是整着他了 原本李国杰是轮船招商局的董事会会长 但是自从整顿之后 从天而降一个总办的职务 几乎就是把李国杰排除在外了 以后轮船招商局就没他什么事了 当然钱更没他的份了 这口气 李国杰忍不了啊 打我 骂我 行 你拿我钱呢 门都没有啊 拿钱就拿命啊 李国杰就这么个死脾气 思来想去 他决定除掉这个总办 但他自己又没这本事 就四处求人帮忙 还真别说 这天底下呀 仇恨蒋介石的人还真不少 有一个叫王亚乔的 咱们之前提过 大家也都知道 号称民国第一杀手 对蒋介石那是恨之入骨啊 曾经多次对蒋介石 以及他的部下动手 蒋介石恨得牙痒痒 但无可奈何 军统追杀了很多次 都是无功而返 李国杰一听 那行啊 找他办来吧 拿出了一万大洋 请王亚乔杀了轮船招商局的总办 王亚乔愿意 这种暗杀对他来说一如反掌 还能拿一万大洋 何乐而不为啊 没过多久 王亚乔就办妥了这点事 总办就死在街头了 给蒋介石气的 下令彻查这件事 可还是没什么结果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 没地方撒气去啊 那得了吧 李国杰 把你给抓过来吧 但李国杰一点也不慌 他有自己的办法逃出去 那什么办法呢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纪时 我是吕鹏 咱们呢 接着来说说李国杰 李国杰不慌不忙 是因为他在找杀手之前 已经想好退路了 从这点上来看呢 他也不是那么无能 他是李鸿章的长孙 势力关系几乎是笼罩了整个国民党 所以他一点也不担心 只要肯出钱 这些人肯定愿意救他 当时负责查案的 是交通次长兼监管陈福木 虽然人们都知道杀人的事情是李国杰干的 但李国杰请的人把事办的是滴水不漏 根本找不到李国杰杀人的证据 所以只能用经济案件暂时扣押了他 但是蒋介石没想到 这陈福木的家族啊 也受过李鸿章恩惠 所以李国杰轻而易举的就买通了陈福木 案子一拖再拖 是迟迟的没审问出个结果来 蒋介石不是笨人呢 他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案子拖了那么久 蒋介石肯定起疑心了 他可不会轻易放过李国杰 当然蒋介石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当年李鸿章威名远扬 不是他一个人能随便撼动的 案子悬而未决 肯定是李国杰动了手脚 蒋介石一想 得了吧 将计就计 把他们一网打尽 这回蒋介石暗中派人彻查陈福木 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 一定不会受到李国杰的影响 他们虽然不能把李国杰怎么样 但陈福木不一样啊 他没李国杰那么大背景 这时候的李国杰和陈福木 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俩人整天的一块寻欢作乐啊 不喝醉那是不罢休啊 李国杰呢 玩惯了 带着陈福木一块玩 没过多久 俩人可就沉迷上温柔乡了 正当有一天吧 俩人准备继续寻欢作乐的时候 忽然家里边来了一拨人 穿着制服手里拿着戴布令 还没等俩人反应过来呢 陈福木就被带走了 这下子李国杰一个人 木呆呆的站在原地啊 他也不知道怎么了 没过多久 陈福木呢 受不住严刑拷打 就把李国杰贿赂他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全交代了 甚至说出了李国杰 在轮船招商局盗用公款的事情 这下蒋介石可就有了整治李国杰的理由了 陈福木被逮捕之后 没过多久 李国杰再次被逮捕 罪名是出卖国家利益 李国杰没办法啊 这次是白口莫辩 陈福木为了活命 把所有事情都交代了 还以为李国杰有多聪明呢 没想到啊 喝着就一假把事 李国杰被关在监狱里边 过着跟以前是天壤之别的生活 眼巴巴的 就望着外边的天空 每天都渴望奇迹发生啊 什么时候来个救世主救我出去 可是左等右等 这救世主也没来 不过这时候有一个人的到来 让李国杰重新点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这人是谁 段祁瑞 虽然已经倒台了 但是段祁瑞的影响力还是不可小觑的 当时日本人就看中了段祁瑞的名望 想让段祁瑞成立一个傀儡政府 蒋介石听说这消息之后 就怕段祁瑞想不开去做大汉奸去 这样的话对他蒋介石来说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思来想去吧 蒋介石决定恭恭敬敬的把段祁瑞 请到上海 当年段祁瑞啊 对李国杰就很照顾 所以肯定会想办法救他呀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段祁瑞是蒋介石的校长 所以段祁瑞论辈分要比他蒋介石高出不少 蒋介石呢 本打算把李国杰这事啊就瞒住 等机会成熟了再说出来 可谁知道俩人一见面还没说几句话呢 段祁瑞就问起李国杰的事情 蒋介石也打个哈哈 校长呢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李公子这回实在是做的太不地道了 就算是我也没办法替他开脱呀 您也是知道的 坐在这个位置上身不由己呀 段祁瑞哪信他这一套啊 蒋介石是什么人 段祁瑞心里跟个明镜似的 但是呢 他也不好搏了蒋介石的面子 钟正啊 这个李国杰虽然犯了错 但好歹是李鸿章的长孙 我们这些人能有今天 当年的洋务运动 也是李鸿章极力倡导的 付出了不少心血 现在他的后代犯错了 怎么怎么说 也得帮衬帮衬呢 你看怎么样啊 蒋介石听段祁瑞都说这份上了 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既然段祁瑞要保李国杰 那就放了算了呗 反正总比段祁瑞当汉奸强吧 一个李国杰而已 没什么好害怕的 所以蒋介石一声令下 李国杰重获自由 他赶紧找到段祁瑞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鲜呢 但李国杰不知道的是他 活不了多久了 欢迎收听民国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呢 接着来说说这李国杰 抗战爆发之后 李国杰哪都没去 依旧选择在上海吃喝玩乐 但这时候轮船招商局已经迁到重庆了 基本上跟李国杰也没什么关系了 日本人为了稳固在中国的利益 开始了以华制华的方针 这个方针呢 需要大量的汉奸为他们服务 所以日本人开始来物色一些合适的人选 当年汪精卫他们 都是日本人精心挑选的结果呀 日本人选汉奸 基本上是看谁名望大 汪精卫当年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 在国民党里面名望不错 可要谈起名望 这李国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啊 这天底下 谁不知道一等肃义猴李鸿章的大名啊 就是日本人也对李鸿章记忆深刻 所以作为李鸿章的长孙 日本人当然是考虑的 但说实在的李国杰还真没这胆子 尽管说当个汉奸 有吃有喝有玩有乐啊 但是国民党的雏奸团那不是摆着呀 这些年死在雏奸团里的汉奸 数都数不过来 而且还有国民党军统后边放冷枪的 当汉奸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谁也说不准哪天就让一枪爆了头了 所以一开始啊 日本人找他的时候没答应 但李国杰是什么人呢 出了名的败家子啊 轮船招商局自从牵走之后 李国杰那就只有坐吃山空 果然过了没多久 李国杰就把家业挥霍一空 还欠下了不少债务 这一下子当年的侯爷 可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 李国杰逃无可逃 只能选择投靠日本人的回报 日本人不仅给了他一大笔钱 还替他还清了债务 当然这一切是有代价的 那就是你得当汉奸 李国杰无可奈何 只能按着日本人说的去做 当然一开始啊 日本人呢还没打算把李国杰扶持上位 他们觉得时机还不到呢 但实际上这一切都被国民党军统看在眼里 军统把收集上来的情报 上报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看好机会来了 以前不有段祺瑞护着吗 我不能拿你怎么样啊 但现在段祺瑞已经死了三年了 没人能帮得了你李国杰 蒋介石当机立断 命令军统的特务想办法除掉李国杰 当然蒋介石也不单单是谢私恨啊 更多的是杀衣警白整顿风气 然后顺带吃下李家剩余的财产 李国杰这时候还不知道军统已经盯上他了 还是和日本人有来有往的吃喝玩乐啊 军统特务啊一直在找机会 果然有一天李国杰没跟日本人一块 而是带着随从吃喝玩乐 这让军统特务觉得机会来了 正当李国杰走到街道的一个转角那儿 马上就要到目的地的时候 突然从街道就冲出来一个人 举起手枪对着李国杰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几枪呢都没打中要害 李国杰倒在地上是血流不止 特务一看人越来越多赶紧就逃走了 随从一看李国杰还有气呢 没死透呢啊 赶紧把李国杰抬到附近医院 但是他们没发现医院的气氛很奇怪 人们都躲着李国杰没有一个人愿意正眼瞧他 就跟李国杰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似的 确实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他们呢就请医生为李国杰医治 可问过一个大夫再问一个大夫 人都拒绝他们这伙的都不行了 妈的李国杰可是晚清明臣李鸿章的长孙 你们竟然敢不救 你们不是医生吗 平时口口声声说救死扶伤 怎么到了今天就不定用了 骂人这还不算呢 这帮人还开始打砸医院设备 可没过多久 警察就赶过来了 制止了这帮人的胡作非为 这时候啊 重伤的李国杰醒过来了 就问随从 他们为什么打我呀 随从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哪知道去 只能默默的守在身边 没过多久 李国杰呀 就因为失血过多 死在医院 随从没办法 就把他的尸体带了回去 这时候蒋介石也知道李国杰死了 立刻派人拿下李家资产 他多年的仇怨 也终于算清了 李国杰到死啊 也不知道医院 为什么不肯救治他 其实啊 也挺简单 不是什么医院的医生 护士都恨他啊 以蒋介石的手段 说威胁一个医院 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当时蒋介石知道杀手 没杀死李国杰 当下就派人到医院 散播李国杰是大汉奸的消息 并且对所有医生说了 谁也不能救治李国杰 否则按照汉奸罪一起治罪 没办法啊 医生也是人呢 也得活命啊 只能是见死不救 至此 李国杰这个败家子 外加上大汉奸 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啊 只是可怜李鸿章 当时满清王朝的一个公骨之臣 竟然生出了这么一个窝囊的孙子